现在我们来卤几个牛腱子 这里有一锅凉水 和洗好的牛腱子 我用的是小腱子 如果你要买的那种大腱子的话 把它中间再切一刀 煮的熟的快一点 放几片姜 一勺料酒 大火烧开了以后 再多煮两三分钟就焯好了 焯好以后我们把它放在砂锅里头 用砂锅炖出来的肉比较好吃 这时候我们加热水 用香片 一个草果 两片八角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大勺糖 咸的东西里面加一点点糖 就提味了 再来一小勺盐 把它稍微搅和一下 盖上盖 等水开了以后转小火 炖到中间的时候给它翻个个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咱们这牛腱子就熟了 筷子一插 它能就很容易就储到底了 咱们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肉汤 卤几个鸡蛋 如果你有豆干的话 一块扔进去 非常好吃 切好的牛肉片 蘸上蒜汁 加上点生抽 就非常好吃了 尝一口 哇 纯香的牛肉味 一口接一口 一会儿一盘可能就吃光了 施子还有维米称 薄 噢 空 路